今天我非常荣幸在现场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 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工作进展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超大城市的治理 中国是现代化 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书记提出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心路 所以说我们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就是我们重庆探索超大城市治理心路的一个重要抓手 所以目前我们建设了三级的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目的就是一体化地去部署 然后横向是整合相关部门可以协同起来 纵向的话可以把三级市区政界 一直到下面的村社和网格都可以打通 然后我们可以一贯到底一键调度 它能够更加精准地去感知去研判 发现我们这个城市多方面的中心点 就算是发生了突发事件 在三级城市区政界 多个部门在一起集中地去协同指挥 提高我们这个事件处置的效能 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化应用系统 安装了大概6.5万个监测设备 覆盖了大概接近1.2万个地址灾害隐患者 我们的智能化监测设备 及时地感知预警以后 把信息发布给我们的三级治理中心 及时地组织专家会商联判 规划自然资源局应急 气项目各个部门就密切配合 已经处置了灾线期 也体现了各个部门 多化协同的这么一个能力 我们重新做个桥都 我们城市有2700多个桥 其中我们的跨江大桥都有几十种 所以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交通运行动脉 也是我们在推进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点的目标 我们也通过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数字化的能力 提升我们的现代化的管理水平和手段 我觉得一个超大成事当中的话 我们有几千万的老百姓 应该怎么样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 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的支撑 通过我们的数据的赋量 来帮助我们传统的城市运行和管理的这种理念 方法入境它的提升和转变 总数据也提出要一直保持一种 实时放心不下的一种态度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工作 会聚焦在当前最急需最紧迫的方面 比如说我们重庆已经进入到了汛期 因为重庆是一个三地城市 所以说城市内涝 我们会作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一个发展的方向 也是努力的方向 要需要在实践当中 是继续去探索去完善 去检验和提升更好的服务 我们这个超大城市的方方面 好让我们老百姓 生产生活的安全和稳定有趣